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初风 吃货人生又一次与大家见面了 不过这一次的见面属于那一种 稍微有点意外的 其实我准备了一些东西想来录吃货人生 但这一次呢纯属一个插曲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是今天是周三 我不信用这个视频周三发还是周四发 但是现在是周三 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就要去直播了 然后呢我刚刚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们抽嫂打给我 他带着孩子和他朋友带着孩子在外面玩 据说玩得非常的开心 于是给我打电话过来说 问我能不能自己解决一下晚饭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才告诉我 让我自己解决晚饭的问题 我现在叫外卖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外卖呢都是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 作为一个胖子 现在这种特别油腻的东西比较不感兴趣 所以我在家里找到了这个 有一次你们嫂子买的 叫什么 超辣超爽超辣鸡 老门啊断送剧了啊 啊断送剧了啊 超辣超爽超辣 鸡肉味拌面 嗯好像感觉在网上看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啊 这个我觉得在B站啊看到很多吃这种拉面 就特别辣 不知道是不是具体是不是一种啊 嗯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吃这个尝尝的到底有多辣都变态 是吧上面写着仅次于青阳辣椒 青阳不是洗头发用的那个东西吧 然后呢做这种东西的话 我不太倾向于把它做的很变态 就是在里面加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啊 因为毕竟这是我的晚饭啊 我的晚饭啊 我吃完还有直播 我还得活着 是吧 我还有我的家人 是吧 还有我的四爷 等等 所以呢啊 做一个稍微正常像一点的 但是 我喜欢的吃法 很多人应该会觉得很恶心 但是我喜欢啊 哦 那么很久没做饭了 先一半就说你们嫂子做饭 我争取不要露出我那硕大的肚子 啊 我要看一下这个摄像头的角度啊 争取把肚子露出来 嘿 还是露出来 先把水烧开 先把水烧开啊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面的制作步骤啊 大概是把水烧完之后 把这个面丢进去 煮五分钟 哎 真的要五分钟那么久吗 哇 真的要五分钟啊 好吧 拿开水煮五分钟 煮完之后呢 然后把水 大部分倒干净 留一点点的水 然后呢 把这个酱包 啊 丢进去炒 炒 这个酱包我的心看起来 然后炒完之后呢 然后盛出来 然后 拌上这个粉就可以了 啊 但是呢 我要给它里面加一些 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只有我才喜欢的东西 生鸡蛋 啊 生蛋这个东西啊 拌饭啊 拌面啊 特别好吃 我跟你们讲啊 有时间尝试一下 但是一定要买那种 特别新鲜的生鸡蛋 还没开 我要饿死了 好的 水终于开锅了 啊 这个锅之前做过什么东西吗 我们一开锅 闻到一股 比较奇怪的 像是排骨的味道 上一锅做的可能是排骨 啊 可能是排骨 好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啊 它之前说要 五分钟 你开玩笑呢 五分钟这个面还能吃了吗 可能这个面比较扛煮啊 韩国的面 有一些面就是比较扛煮的 比如说 浓腥啊 这个排骨我没吃过第一次 试试看吧 这样我们打开这个秒表的计时功能啊 打开秒表计时功能 要五分钟啊 这这等到什么时候就饿死了 个屁的 好了 终于到了五分钟了啊 五分钟这边呢 它要求把里面的水倒掉一些啊 然后留一些继续炒 好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他说要留什么八汤勺的水 这肯定没有八汤勺 哎 他这个汤勺 也不一定是吧 你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理解是吧 他说的汤勺是这个勺 还是这个勺 怎么分 总之呢 我们把火点上 然后调到小一点的火啊 然后开始把这个酱丢进去炒 希望不要糊了 啊 来吧 咦 这个酱的颜色恶好恶心 这个酱看起来把它都放进去啊 免得一会儿不辣 是不是 这个酱看起来好恶心 然后拿上铲子 开炒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话 应该不会比那些 因为我 我在B站啊 看啊 大家一般都吃这个什么 啊 大家一般都是 这个把面捞出来 然后直接把酱拌进去 但是说明上说的呢 是要把它酱放进去炒 我觉得那样会更辣一些吧 但这样应该会更好吃一点 会更好吃一点 好了 炒的差不多了 必活 然后 把这个东西盛进来 哎呦我换过手是左撇子 我右手拿锅拿不住 右手力量不行 不像逆风啸啊 这个手腕力量那么强 把这个摇进来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这个面 从嗅觉上来讲的话 应该不好吃 把台面擦一下 不然你们扫子回来 我就死定了 稍微擦干净一点吧 然后最关键的时候啊 生鸡蛋 生鸡蛋这个东西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无论是拌面也好啊 还是拌饭也好 哎 但是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玩意 特别的恶心 来看一下啊 这碗面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要把它拌一下 哦对了 哎 差点掉出来 我看 还有这碗 然后我现在看它的话 我觉得它绝对达不到 那种非常辣的境地啊 给大家 再看个生蛋的特写 哎 哎呦 一看就是 怎么说呢 如果面好吃的话 就会更好吃 如果面不好吃的话 打一万个生蛋也无济于事啊 这个生蛋啊 可以让这种廉价的食物啊 吃起来变得高到 啊 真的 变得更加这个顺滑啊 变得更加这个可口 啊 当然 从某些人的观点来讲的话 可能是会变得更加的恶心啊 会变得更加的恶心 好了 现在就到了用这个事实说话的时候了 我要尝一口 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样的味道 嗯 嗯 我看不到镜头 哈喽大家好 蒋道远说 这个东西吧 幸亏我加了一个生鸡蛋 大家好 我的脸已经脱焦了啊 因为我的脸离镜头比较近 它的聚焦好像是聚焦仔 我看能不能聚焦到我的脸上 哈 大家好啊 这个角度有点怪啊 我的头发都要传到面里了 刚刚尝了一口 嗯 味道还可以 嗯 很辣 但是怎么说呢 幸亏加了一个生蛋 然后这个口感变好了很多啊 否则有点难以下咽 嗯 然后啊 说句实在话 这个面啊 说实在的不达好吃 啊 真的不达好吃 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 可以买一次啊 不想尝试就算了 然后 因为这个面实在不好吃啊 我再放点老干妈 啊 这个面实在是不好吃 哎 不过放老干妈时候 可能变得更辣吧 尝尝看 哎 算是给我屎在上面一口 哎 好可惜 但是他真的就是没有像宣传的那样 那么辣啊 就是跟网上的宣扬 跟他本身包装的宣扬 就像上面写的这样 哦 扎的叫转 就好像上面自己宣扬以后 我这个超辣鸡啊 是吧 超辣鸡肉味在面 是吧 并没有超辣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断句啊 是这样 哎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这个超辣鸡啊 肉味拌面的试吃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